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柱九 我终于见到你了 咱们江柱九老师这一身答案一下让我想起陈凯哥最近拍那电视的名字的道士下山 是吗 你看这胡子 这衣服 而且下围棋的是不是智商高 我讲我跟您见到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你眼神夺人 哪里敢 眼神夺人 你知道可能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当时就是八十年代 你记得吗 我觉得八十年代有几个热潮 比如说中国女排 是吧 还有这个中日围棋擂台赛 您那个时候一下杀掉 是吧 不是杀掉 一下干了五个横扫 连续五个日本高手 那个时候我们都追踪您 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 有点不记了 在介绍的时候就说她是瑞乃伟的丈夫 瑞乃伟就作为中国棋手 在韩国把那个谁啊 应该叫李昌稿还是李昌浩 财李师徒 女棋手赢了李昌浩 九段 对吧 所以你们夫妻俩啊 都是这围棋界的大名人了 哪儿 但是今天咱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围棋界的这算什么呢 神一样的人 是神一样的存在 吴清源 这个那个时候啊 这个吴清源先生刚刚过世的时候 我们呢 讲了两集 然后这个李昌啊 就去日本采访了 对 正好很幸运的遇到了江老师 那相当不容易 听说是说是 阿诚老师和我们在 他立刻那会儿 我们聊了半天 说他人还在国内呢 然后立刻赶过去 所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真不容易 而且这个瑞乃伟 就是吴清源老师的弟子 是 女弟子 所以呢 您对这个吴清源先生也 那研究太多了 不过我们可以先看看几张照片 看看几张照片 您看 这是江老师和这个百岁的吴清源老师 其实是99岁那年 给他过生日的时候 去看他 就是去年 那前年了 前年 然后您再看下边 这是 他们家住就瑞南美夫 这是今年的 对 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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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看 这个是你们夫妇俩在这个 他这个算是在他家里 还是在哪 是一个寺庙 一个寺庙 设置的一个灵堂 对 再看吴老师的遗容 还有这个刘晓甸 他们就当年拍这个吴清源电影的 阿诚老师是编剧 是吧 您再看下边 这个 我是 很少见到阿诚老师 这样鞠躬 是吧 像一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印象特别深 江老师 我先说别的 我先问一个外行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曾经 一赢过围棋 我刚才跟李静说 围棋曾经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像武侠小说一样 就是我们不会像 但是我们当年特别喜欢聊 比如说我见您先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下围棋 对吧 按说是胜负 对 但是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比如说说吴清源老师 有人说 说吴清源老师下过的棋谱 后来后学者都喜欢摆 因为就是说他赢了棋 就说很漂亮 棋型很漂亮 这个我一直就没能明白 就说你不是下胜负的吗 那有什么难看和好看呢 这确实是 你要这么问的话 还真有点让我一直问 其实我是这么理解吴老师 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 下这个实地派 刚才说的李长浩了 后面边林海峰老师了 穆古时了 老师了 小林光义这些都是实地派 我们说喜欢实地的 那么武功正术 这是喜欢外事的 对 这个宇宙流什么的 宇宙流 像这个山下敬物 现在在日本风头最剑的年轻人 五个冠军啊 六个冠军他都拿 今年是 到今年为止五个冠军 那他们都说过 像武功老师说过 说我们之所以 现在下的这个棋 要拜托于吴老师 当年下出来的 汤的路吧 说俗了 包括这个山下敬物 这个景山 这次也去了吴老师葬礼 去了之后 他也在报上说 他说 原来打吴老师的棋谱是学习 后来发现 吴老师以前倡导的很多下方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 我现在正在用 那就是说 其实吴老师 其实讲究比较自然 讲究下次的效率 那么你从这几个流派里 你都能从吴老师身上学到东西 那这个就厉害了 一般我们就说 你这个是 我们说武侠 你这是独门派的 华生派这个派 你只是一门厉害 那吴老师呢 可以说他比较全面 那因为他的思路比较开阔 我觉得 所以很多大家 谈到吴老师 就是吴老师身后这些大家 都觉得其实从吴老师身上 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我过去只是听说过 吴清源了不起 但是反倒是他去世之后 这段时间这个阅读 才让我渐渐认识到 他是咱们了不起 你从咱们上次聊过之后 你去日本 就去到过他的这个灵堂 还接触了这么些人 你觉得有什么新的认识 其实我就说 很具体的 就是叫什么 我们是一个业余和外行 但是我就觉得 还是从江老师的那些 比较这个深入浅出 通俗意识的讲述里 就包括那个连仓十番棋 然后我是觉得 真的是很厉害 那等于是 网上也有人 就等于是把他写了一个 叫通俗版的 白话版的 就是说他是这样的 因为我后来呢 也去了独卖新闻采访 因为他等于是 吴清源老师 为什么就有一点特殊呢 他等于不是日本棋院系统的 对 他呢 是独卖新闻 有一点叫他的 这个怎么定义 好像独家赞助商啊 还是怎么 就是独卖新闻给他 买断了 那个意思 就是你是代表我去比赛的 或者是说是独卖新闻组织比赛 你是代表我的 所以我后来也去了 日本棋院 去他们的资料室看 棋院的人就说很抱歉 因为他不是日本棋院的那个选手 跟我们关系有点疏远 所以关于吴老师的资料很少 那他实际上是就是跟独卖新闻关系 关系比较近 所以对对 那个日本棋院等于是不断的组织比赛 挑出来一个大内高手 武功最高的 然后过来跟他比 被他斩于马下 然后过去再搞一个比赛 再挑这个高手来 又过来跟他比 又被斩于马下 所以我就特别统一 就是上次跟那个姜老师 和那个瑞乃威老师见面的时候 他说的话 说这不是一次的运气 说你这次发挥好 是绝对的实力 而且是超一流的实力 你如果没有就是说 稳稳的高出一大截的实力 你不可能保证 就是这么多场比赛 你是胜率是那么高的 最后我觉得姜老师说的几个人 就被打的 就是都是大英雄啊 最后都被这个吴清源打的 就等于是头云眼花 怎么可能就说在十几年里 所有日本的顶尖高手 是 他问题一次偶然都没有啊 全把他们 而且是十番棋 就是净胜 净胜四盘吧 对 要净胜四盘 净胜四盘 打下降一级 他不可以这么稳定的超级水平呢 这个确实我们从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就是因为学艺嘛 就喜欢学最好的 那就到后来研究吴老师就发现 你十七年中保持一个高的水平 那几乎是我是没见到 因为有吴老师我见到了一位 那在十七年的过程中 就是您说的刚才 他能把所有人都打降级 包括日本圈 我们说互掐出来最厉害 如果没有吴老师 这七个人都是打英雄 都是某一时期的乔端科比这些人物 那么最高等级的胜负舞台 有个十番期等着他们 你只要掐出来 其实很多人就是最向往的 跟吴老师绝一次 也不是绝到后来就是能学习一次 小的赞助商呢 咱们搞不了十番期这么大 已经被独卖超远见的商业眼光 占了这个了 那我们搞一个四番期 三番期 那会儿不是说本营坊九连八的高川说 哇 我能跟吴老师终于决战一次 那都是很 就很神圣的 跟他比赛就是一件荣幸的事 更别提输赢了 所以他们到最后就非常开心 日本当时 记得那个时期高川成绩最好的时候 高川阁老师就说 哎呦 高川阁是不是可以申请诺贤奖 这人类智商的最高期限 那就有人说 那吴清源老师怎么办 他不是日本人 他不是人类 他不是日本人 他不是日本人 你说这个是不是日本人呢 我也觉得 就他一生当中老在说 他曾经这个两次加入日本国籍 对吧 好像一到这个 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这个问题 而且还经历过这个抗日战争 对吧 等等 后来我在你的文章里看到 有个日本的媒体人 讲的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可能吴清源这个人 他心里真正的祖国是围棋 对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读卖新闻的那个记者里说的 山天虎记说过 但是呢 他一说起 他一看他一到北京 就是说他说的都是咱们 咱们 对吧 他是典型的老北京的金腔 就是那个像金距离那样 是 咱瞧瞧这棋怎么样 还是这么个腔腔 就刚才那照片 就是我们 他99岁的生日 就是前年 我们去给他过生日 因为吴老师一说到棋 就滔滔不绝 思路最清晰 那我就有点使坏了 我就是我跟吴老师聊了一段 老北京大家宝胡洞 驴打滚这些小吃 他们家当年住在那 就在西单西四之间的那带 我就说吴老师最近 哪位老叔起 吴老师一下就小孩 外话形象就像儿童 是一下就起 是吗 老叔赶快瞧一瞧 摆棋谱 对摆棋谱 本来他女儿怕他累着 是不是少摆棋 结果一说棋 吴老师精神顿时就好了 马上 而且棋谱后来被网友 通过照片说 你们摆的是哪盘棋 吴老师指出的是那盘棋里没有的 就是你们觉得体会最深 应该小飞的那一步 放松品里面 将来温暖 那什么人 那些孩子 就跟你说 那是一句子 是一句子 你也不得了 好 你 我发生了 好 这种东西 看不出 我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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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发生了 我发生了 我再问你一个傻问题 比如说像吴老师这样的 神一样的人物 你说他如果是现在 跟现在的水平最高的棋手下 他下胜负如何 我觉得他下不过现在 但是如果给吴老师 如果吴老师现在是20岁的小伙子 我不觉得谁能下得过他 我不懂 这个围棋的技术 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时代的进步 比方说会不会说 今天围棋的技术和理论 有了新的突破 以吴老师20岁时候的棋力 他未必能下得过今天的 比如说李长浩或者是谁 就是说这么说吧 就类似我们现在都知道的 投篮 篮球 以前我们没见过这个感冒 以前我们没见过 这个中场传过去 那空中接力帮盖进去了 对 那么吴老师呢 那个时候可能没这些 但是如果吴老师还是20岁的话 他那种创新精神 我觉得当时的川南康成说他就很好 说新布局 33年开始的新布局 说只有从一个大陆来的少年 有这种气派 如果说是一个孩子的创造新布局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少年来自于中国 他受的文化熏陶 他敢于创新 其实对吴老师来说 他根本就没有敢于 他觉得这是自然的 对 可是对于日本 当时已经300多年为期历史的 职业化的 都真刀真枪拼的 日本这个职业起手记秉承的就是 认准目标 一往无前 不管身后怎样 我一定要达成目的那种大和精神 那吴老师我觉得不同 是他的目标 他并没有完整认定 他并不说 实际上他有 我觉得他追求的就是那个 人的那个精神生活上的最高境界 这个最高境界他不说 但是通过他这一生 我体会就是什么事做到最好 围棋只要是最好的 我们都可以试 所以他会出现 我敢下实地的 我也敢下大模样 我也敢跟你上来就砍 就是混战像业余 对他来说没界限 只要是这个东西能试最好的 我就是嘛 很多棋手是不敢的 你说大比赛来了 比如说奖金这么高 你不把平时练的最好的 最熟的那套拿出来 你是个新的 就我们说的 你为国争光的 这盘机会到了 你是新的 领导不掐你吗 你也不敢 对 那他还是求道 对 对吧 胜负还是次要的 对他来说 所以他在新大比赛里面 越到大比赛 他自己的新手越多 而且我注意到您讲的一个事 我又体会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比如主持人 人的这个大脑 我觉得他有惯性 就是比如说今天白天 我要是主持了一个难度比较高的节目 我跟你说 就当夜失眠 因为你的大脑 我觉得就像个轮子一样 他不会杀 他杀不住 他不反复的想今天白天出现的情况 但是我就说 他就讲这个围棋 这个大的战斗 一般当天夜里都失眠 你说的这条 真的是很棒的 就是说 吴老师他们那个时候下棋 是下的十番棋大比赛 吴老师老早就提倡说 争取一盘结束 他说以前在古代中国 我们都是一盘 一天结束 对吧 不是一盘 一天结束 那么你分成三天下 每方13个小时要下三天 26个小时 那这个其实爱好者是等不及的 事实上 吴老师从第一次开始下的时候 就出现你这个 吴老师身体弱 木骨石长他四岁多 身体也壮多 头一天下完了就睡不着 睡不好 第二天跟吴老师就说 他们俩好朋友 就说 这个晚上睡觉 怎么突然就睡不好 大比赛的前夜 这些人都练过了 常年都睡得很好 是吗 多大比赛都睡 这有什么秘诀吗 你累了 头一天那个对手给你的压力 让你整个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 你脑力的体力消耗到后来 你就累了 就睡就能睡 可是吴老师身体那么弱 为什么能撑得住呢 对 其实是他的精神上 就是他觉得 我来 我是追求最好的棋的境界 我输 我不管输赢 我跟对手学到了 我心里是欢喜的 是开心的 哦 那么我下棋 我就没那么累 你想下的第一天这样 第二天的时候 你就更累了 第三天很多人就说犯低级错误 这个很多人很懊恼说 哎呀 木古石老师太可惜了 这么高水平 怎么犯这么低级错误 你头一天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晚上没睡好 第三天你犯低级错误的可能性特别大 而吴老师还在交对手 说您睡不好啊 您打打坐 闭目养养神 都比你做起来要好 他好几次就直接告对手 他说我就这样啊 所以我们说吴老师这个精神上 他真的是靠中国那些传统文化的底蕴支撑的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了不起 这一点好像你的文章提到阿诚老师 也是对他有这么一个评价 对对我觉得阿诚老师说那一点 我就特别认同 就是说我们老师惊讶于 或者是哎呀 这个感慨于他怎么那么淡薄 其实阿诚老师那天说了 我就很认同 他说其实对这样一个少年来说 这是这是他自然的一个结果 就不是他刻意追求的 他说比如说他在少年实习在北京 因为他出生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家庭 吉代做官 就等于是吴家那个那一只和他母亲的那一只 都是怎么说的 对对都是望族 对所以呢 他少年时期就等于是过得很忧郁的生活 所以他在北京的那个那个时期 应该是等于见惯了大场面 我觉得像江老师他们也说对 你说从小就被拉去跟各种比赛 一个神童 一会跟这个什么咱们段七瑞 把段七瑞赢了 所以你说他在北京 他什么他真的就是大场面 他见过 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终身养成的 这个什么气定神贤啊 这个这个这个气质 我说不是说他刻意追求的 他真的就是 就是这个跟出生还是有关系的 还有这个阿诚说 就是说跟他聊天啊 就是说也 当然阿诚老师也是说 他说我也不懂围棋 但是我就感觉啊 这个吴清源呢 他这个主要就是局面的 就是宇宙观 全局观 大局观 他主要是夏威奇 我不理解怎么叫夏威奇的 这个大局观 老师讲这个大局观 就是说 比如说你是当时日本这个 本营坊门是比较势力最大的 当水平比较高的 这个赖月一门 相对来说是后来的 陵墓一门 也是这个人数少一点的 那么当时你要是在门派里学过的人 你通常都会 我这门派最精华的 你要学习 那你会遵循这个门派的 比较精华 比如说本营坊门派 常考的 比如说本营坊门派 这个注重于局部战斗 要求技术越连越熟的 那吴老师是从中国大陆去的 他去之前就已经很不错了 水平 那赖月老师又是特别开明的一个人 经常拉着他们说 赖月老师 如果从来没有教过吴老师去 其实是教过的 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老师在一起研究 如果本营坊一门在一起研究 通常的阵势是 秀哉老师坐在那 别人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 那么赖月一门不同 赖月一门 这大家共同研究 里面的人也都很厉害 大家研究畅所欲言 那这种就 你的这个思路就容易开 再加上吴老师从小受的这个国学教育 四岁到七岁 那他是认为 这件事情如果是往好里做的话 我当然要讲出来跟大家讨论 我当然要多研究了之后 我也不忌讳 我也跟大家都讲 那么这九州 出现了吴老师结交的这些朋友 棋手 他的思路都是开放的 都是宽的 他们不怕讲出来 在棋上研究 他体现在棋上 就是我对着本营坊一门 我没关系 他不是无所谓 他是我在追求 我下的最好 他跟秀斋下的那盘棋才会出现 我第一步下的三三 是本营坊一门静止的下方 第二步新 三三新天元 那本营坊一门 当时包括报纸 都是哗然 就是说 居然你在激怒对手什么的 吴老师 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意识 而且现在我们在看 他就是想 我既然这个 我试一试 以前传统的下方 还有意思吗 对 我试试新的 所以说他棋上 实际是自由开合的 自由开合 他在生活上 好像不是自由开合的 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再听你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 您说这个吴老师 他在这 他这辈子在生活上 您有什么印象 他生活过得 在我看来很简朴的 不管有钱没钱的时候 他还算有钱吗 他在日本下旗下的这程度 他按说挣的 应该是很多的 那个吴老师 我记得九十几岁生日的时候 我跟南伟去看他 他说吴老师说 那应该是九三九四年的时候 吴老师就说 你们两个真好 那个两个人都能工作 一次都能挣钱 那句话 就是让我觉得挺心酸的 因为吴老师从小 十一岁 他们家家到开始 父亲走了 过世了 就靠着他 因为在北平少年天才 加上这个 他一直觉得是恩人一样的 段总理 给他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段祺瑞 一个月的奖学金 那吴老师实际上 从小就是负担他们全家开销 养全家呢 包括妹妹 包括三哥妹妹 先去的 一个哥哥 在南开上学的哥哥 也给寄生活费 每月三十大洋什么的 一直到后来应该 就我们说 累台赛都 累真 十番奇累真 都已经很 很发杂了 对 奖金那么高 但是钱都被那个组织收走了 喜光尊 他开始有一个 加入了一个宗教团体 对 是吧 叫喜光尊 因为他太太 他岳父那门喜欢这个组织 他就跟着一块走 结果挣的钱 都被宗教部门拿走了 直到有一天 人家他要再下棋的时候 人家说 那个税务局说 你税没交 你钱奖金拿走了 但是你税没交 那个组织把钱拿走 当然不交税 你到今天人看起来 你说吴清源这个人 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应该 对 那他当时对喜光尊的这个 就把下了棋 有钱都给收走了 而且甚至说 喜光尊的这个女的 当时是个教主 这个教主感觉 有点利用吴清源的意思 那绝对是 那你说他自个儿 心里不明白吗 你说他傻吗 他在这方面确实不明白 我只能觉得 要不然在日本 人人都要交税的 他把整个奖金 当时他并不想出来下 因为教主说过 你下棋对组织不利 他就下棋对组织不利 后来独卖的谈判案高手说 我去他就说 下棋对组织 吴清源身上 你能得这么多奖金 那个立刻就是 你去下 你必须得下 代表组织下 因为我在东京的时候 见过 给那个吴老写传记的 一个日本记者 他后来说 其实他是对这一段生活 其实是不愿意提起来的 不愿意提起来就表明 他对这个应该还是 一个否定或者不认可的 这个态度 其实还是 虽然他本人 对任何事情 他都不是那么态度 不是那么激烈 但是他那个表态 已经表明 他对这一段过去 可能还是有一些的 叫什么 回忆 或者什么 也好 然后所以那 就是那一段生活 你看其实对他的 那个影响还挺大的 好几次 就比赛的时候 他都睡着了 因为什么 那个组织 就到处在流浪 像球赛 流浪他睡都睡不好 比赛的时候 好几次睡着了 但话又说回来 睡着的情况下 还能赢 你知道吗 多厉害了 他不承认他是天才 但您觉得呢 这个是 他是经常说 他的另一位弟子 我们认为大英雄 林爱峰老师 他说 海峰就是 在我们看来 围棋界 如果林老师 放不用功的 没有第二个人 敢说用功的 哈哈哈哈